而籃球明星林舒豪 他在脸书上自己爆料说 他确诊新冠肺炎 林舒豪表示 其实他已经打过疫苗了 也因此对于染疫 他感到非常的震惊还有慌乱 他也担心这病毒 有可能在免疫力低的人身上 进行更危险的突变 也因此现在美国FDA 已经左手在严拟了 要针对免疫力弱的族群 施打第三剂疫苗 重新回到大陆直栏 为北京首钢效力的林舒豪 在个人的脸书和微博宣布 从旧金山飞体上海隔离的第二天 我被告知确诊的COVID-19 坦白说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并且有些慌乱 在美国打了疫苗 前前后后做了多次的核酸检测 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出了状况 现在已经进入上海的一家医院 进行治疗 相信会很快的痊愈 而经过八个月的努力 美国CDC公布 超过1.65亿的美国人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达全国人口的一半 但是因为Delta变种病毒 持续快速的传播 美国过去7天 平均单日新增确诊 达9万6千多例 超过了去年夏天的高峰 美国CDC指出 曾经感染新冠的患者 仍因接种疫苗 否则再次感染的几率 将是他人的两倍以上 由于担心病毒 在免疫力低下的族群上 可能发生更厉害的变种 因此美国FDA正在加紧作业 将授权对免疫力低下的族群 施打第三剂的疫苗 事实上美国已经有 为数不少的民众 想办法接种第三剂疫苗 一位美国女性 就为了补强剂而更换保险公司 因此FDA的决定将 10D免疫力者 可以合法接种补强剂 而世界卫生组织 希望富裕的各国 不要强打第三剂的希望 注定是落空了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